那個花蓮的災情有人知道嗎 目前 問花蓮災情沒人回答 整個防災中心安安靜靜 緊繃和尷尬感瞬間上升 行政院長林全雖然面無表情 但心中不知多複雜 花蓮的災情相對台東是比較小的 連續三天坐鎮指揮 行政院長林全實在好忙 上任短短兩個月 什麼事都遇上了 這次台風才剛來 又發生嵩山車站爆炸案 所以說剛才是一天真的 列車爆炸造成25人受傷 行政院馬上啟動機制 成立專案小組 並通報國安會和總統府 交通部長賀成蛋和警政署長 第一時間趕底現場作證 林全也在8號凌晨12點50分 抵達醫院探視傷者 最後再由賀成蛋對爆炸案做出說明 將危機處理反應時間縮到最短 我們排除它是恐怖的攻擊 那麼應該是屬於重大的危案事件 應該是已經有掌握到 特定的一些可疑的 這個嫌犯的這個資訊在 但是我們有信心 這個案子可以查得清楚 一次兩大事件來襲 新政府總動員不但立抗台風 還要hold住爆炸案 新政府絲毫不敢鬆懈 沒有本錢再失分 只有張凱亮 李逸璇 台北報導